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情清爽 婚姻不幸的 纵然家财万贯 也都能窥见沧桑 现在似乎满世界都在宣传养生 但是我觉得千养万养不如新养 再多的灵丹妙药 也不及一个温馨的家庭 一个贴心的伴侣能起到的滋养 如果想要好好生活 千万不要低估枕 枕边人对我们的影响 嫁给一个人 就是嫁给一种生活方式 前阵子爆出了一条新闻 迪拜王妃哈亚 携款2.6亿出逃 紧接着就爆出各种迪拜国王的行为丑闻 他被指责个性暴力 对待自己的女儿十分严苛 幽禁 未要 她的两个女儿之前就是因为渴望自由都先后出逃 却在去印度的路上被抓回来至今杳无音信 虽然贵为国王 拥有金山银山 但她的妻子女儿却纷纷想尽办法离开她 近期 哈亚王妃在英国申请了婚姻保护令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免于被限制自由 免于被包办人生 因为她想依靠自己 为孩子争取更多的未来可能性 去获得更多的快乐 你看 若是所嫁非人 即使是贵为王储 也是家人想要逃脱的噩梦 因为 嫁给一个人 终究是嫁给一种生活方式 不是仅仅车子 房子 钱 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让余生暗号 更多的时候 你选择的结婚对象 等于你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以及内心的状态 千万不要低估 枕边人对我们的影响 大家对于一个好的伴侣 还是有基本的共识的 最最基本的 无非就是善待爱人 想起三年前 通过一场活动 遇见的一位朋友 那场活动的主题是 关于心理疗愈 所以在课堂分享时 也就听到了很多故事 那个朋友当时站起来分享 讲述自己的伤痕累累的婚姻时 忍不住潸染泪下 他的前夫有酗酒赌博的习惯 家底拜个精光不说 有时候醉酒吵架还动手 几年下来 被这场婚姻折磨的 人受到脱了下 人但情绪不好 生活不安定 身体怎么可能好呢 当时的她脸色苍白 整个人看起来很虚弱 因为加了微信 后来知道她二婚了 因为她没怎么发朋友圈 所以一直不知道她的情况 直到前阵子再见 差点认不出来 状态年轻了好几岁 温柔 眉眼之间都是喜悦和祥和 言语之间的快乐也很生动 聚会散后 远远地看着她先生 在车里等她 见她走来眉开眼笑 她几乎是一路小跑过去 从她身上 我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 婚姻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 那个终日在你耳边磨牙 酣睡的枕边人 在你眼皮子底下 调皮犯傻的另一半 在你身旁 终日和你 斗嘴嬉笑的老公老婆 两个人生活的千丝万缕 联系在一起 喜怒哀乐也息息相惯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夫妻相这一回事吗 就是因为距离近的两个人是相互影响的 一个负能量的伴侣 只会给你的生活带来负能量 而一个正能量的爱人 则能给你补以更多的正能量 先有好丈夫 才有好妻子 一个幸福的婚姻 一定有一个神采飞扬的女人 她的背后 一定有一个爱她的男人 一个形容憔悴的女人 背后一定有一个自私的男人 就像我偶遇到的那个朋友 当你遇到一个对的人 一个懂你 疼你的爱人 照顾你的生活 关怀你的健康 体贴你的情绪 你的生活会少去很多忧愁 收获更多的平静和快乐 老话说得好 一代好媳妇 三代好儿孙 一个快乐的女人 将繁补给一个家庭 更多的温柔和活力 丈夫有信任 妻子更温柔 我听过一个朋友的哭诉 说 有一次因为孩子不小心刷倒了 丈夫看到膝盖有淤青 就和妻子大吵 指责她没有尽好妈妈的职责 夫妻间常常因为这些小事而争吵 妻子感到深深的不被信任感 一直郁郁寡欢 两人的感情也很强 其实 你若是把妻子当外人一样质疑 只会让她感觉自己 像个孤独的外来人 相反 人心是相互的 只有充分的信任和体谅 妻子才能给你更多的温柔 丈夫有包容 妻子更快乐 大多数的争吵 都是来源于挑剔太多 包容太少 其实啊 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两个人 只有相互容忍的两个人 你能包容对方多少 你的婚姻满意度就有多少 李敖曾经因为看到 前妻胡音梦上厕所的样子 就觉得破坏了心中完美的模样 爱意锐减 两人的婚姻 没有撑过几个月就离婚了 这种完美主意 一旦放到现实生活 只会让彼此都很累 所以 你爱的人快乐 就取决于 你对她的理解和包容有多少 丈夫有体贴 妻子更年轻 你怎么对她 你原生家庭的人 就会怎么对她 你怎么爱她 岁月就会怎么爱她 女人比较情绪化 所以身体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 如果你能感激妻子的付出 给予更多的肯定与爱意 生活中 多多为爱情的保鲜做努力 多多付出 爱意在你们之间流动 产生的积极能量 就会让她成为一个 幸福单纯的小女人 放眼望去 身边长相年轻的女人 哪一个不是活得开心呢 我们为了养生 总是花心思各种研究 却唯独忘了枕边人的表现 才是最直观影响你状态的因素 一个健康的家庭 一份健康的爱情 才能真正成就一个健康的你 什么才是最好的养生 无非是脑畅通 心畅通 只有重新养气 舒展你的眉头 才能收获 从内而外散发出的元气和淡然 愿你一生 能够如愿得所爱 从此花前月下 举案其美 没有争吵 没有忧愁 没有斤斤计较 有的是温柔 是平静 是幸福 如果你此刻陷在忧愁里 希望你可以通过文字告诉她 幸福是双方的 家庭是共同的 只有二人共同的付出 才能收获健康的家庭 以及健康的你我 当你在我身边 记忆着竹容颜 你微笑的脸 是最美的诗篇 往事已默默重演 映在你的眉眼 你对我说月光下要坚强 时光 时光吹散了少年 梦想在爱中点燃 落变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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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飘落在你的脚边 那是我们一生中 在旋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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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